天上掉下一本黑色的笔记本 然而奇怪的是 就连雨水都不敢靠近他 传说只要在这个本子上写下谁的名字 谁就会立刻马上死 赶快点赞加关注评论区狗头保护 这一幕恰好被刚放学的老六看见 穷的叮当响得他立马把本子带回了家 结果打开一看 第一页写着只要在笔记本上写上谁的名字 谁就会死 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六立马就笑了 居然还有如此搞笑的笔记本 就在这时 电视上播出了一个在逃的杀人犯名字 老六二话不说就写在了本子上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第二天杀人犯死亡的消息就出现在了报纸上 惊讶的老六有些惊讶 莫非这个黑色笔记真的如此神奇吗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老六找到了经常欺负他的小混混 然后拿出笔记本 直接把小混混的名字写了上去 下一秒小混混就倒地领了盒饭 原来这真的是一本死亡笔记 懵逼的老六撒腿就跑 突然一个声音从天空传来 老六膀胱一扫 我去 一只长得像大蝙蝠的怪物镜直朝他飞来 只见怪物两个眼珠子瞪得像眼睛一样大 他告诉老六自己就是笔记本的主人 只有接触过笔记本的人才能看到他 他还有个特别牛叉的名字叫做死神 自从死神的出现 老六的生活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每天都有最大恶极的犯人死在他的手里 然而这么多离奇案件的发生 很快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个长得像笔记本的笔记本可不是一般人 只要在这个本子上写下谁的名字 谁就会立刻凉凉 老六利用笔记本已经杀了上百人 一系列离奇的案件迅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于是他们在电视上公开喊话 要在三天内找到真正的凶手 老六看到嚣张的探员着实有些嚣张 于是立马就把他的名字写在了黑色笔记上 下一秒正在直播的探员就直接领了盒饭 就在这时 电视画面突然切换 原来这一切都是警方精心策划的 这场直播的范围仅限于三里头 这就大大缩小了他们的搜查范围 这天老六和死神一起出门溜弯的时候 结果死神一句话也没搭理他 感觉到不对劲的老六掏出手机一看 果然在身后发现了一个跟踪他的人 但是他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根本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回到家的老六无意间在电视上看见了一个再逃犯 于是他立马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只见他快速地在笔记本上写了些什么 第二天老六带着前女友刚坐上公交车 昨天跟踪他的探员就跟了上岸 老六转过身来问他为什么要跟踪自己 但是探员压根就没鸟他 就在这时 昨天出现在电视上的再逃犯也上了公交车 二话不说就掏出手枪劫持了司机 吓得吃瓜群众立马在评论区狂发狗头保护 只见老六不慌不忙地写了一个小纸条 告诉后面的探员自己有办法制服这个再逃犯 为了配合老六的行动 探员立马亮出了自己的证件 老六终于知道了他的名字 接着他故意把小纸条扔在了地上 本以为是一张支票的再逃犯立马捡了起来 结果下一秒 死神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原来这张只是从黑色笔记上撕下来的 接触过笔记的人才能看到死神 害怕的再逃犯害怕极了 扔起手枪就招呼了过去 结果打了三万多枪 死神连毛都没掉一根 慌张地再逃犯赶紧跑下了车 然而他刚走下去 就被一辆迎面而来的汽车送去了西北 原来这一切都是老六昨天在笔记本上写好了的 目的只是为了得到跟踪者的名字 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 老六并没有第一时间解决掉跟踪他的探员 而是把他骗到了地铁上 威胁探员在纸上写下所有负责调查的探员名字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所用的纸正是来自那本黑色笔记 一时间负责调查这个案子的人基本被一网打尽 等到探员刚走出地铁 立马就倒地领了盒饭 这也让警方把嫌疑人的范围缩小到了 他们之前跟踪过的人之中 并且在所有被跟踪人的家里装上了摄像头 这个男人每天出门都会在门缝里放一只笔心 只要是笔心掉到地上 他就必须搬家 因为他得到了一个黑色笔记 只要写下谁的名字谁就会死 但是警方目前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 这天笔心突然掉在了地上 老六立马意识到有人进了他的家 他现在的一举一动全在警方的监视之下 然而监视了两个多月 老六连一点反常的迹象都没有 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学习 简直就是学霸中的典范 直到这天 新闻里报道有新的案件发生 警方才决定撤销对老六的监控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老六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把黑色笔记上的纸放在了零时袋中 负责调查的探员现在是一头雾水 但是其中一个女探员认定老六就是凶手 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 女探员绑架了老六的前女友 逼迫老六承认自己的罪行 老六告诉他 大姐你别闹了 自己真不是他要找的人 就在两人聊着家常的时候 前女友突然推开女探员跑过来 女探员举枪就要干掉老六 结果子弹却被前女友挡了下来 悔恨的女探员也开枪了结了自己 这一下老六就彻底洗脱了嫌疑 原来今天发生的这一切 包括前女友被射杀 然后女探员自我了断 全是老六之前在黑色笔记上写下的内容 这一番操作下来 就连死神都对他佩服的五体投递 电影到此结束 不要钱的小心心记得点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